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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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帮忙 我每个人可以帮忙一点 我觉得很好 十六 谢谢 我叫大卫 我从捷克来的 然后我才不导演这里做志愿者 好嘞 算数点吧 谢谢 谢谢 今天3月13号 我是从捷克回中国 我隔离14天在家隔离以后 开始做志愿者 以前是美酒来了三次 还是四次 然后现在因为工作有点忙 一周一次吧 小心 我们是两个人 从8点到10点 我看出路征 赐提问 看到了 谢谢阿姨 看到了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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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四几次提问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 没有过 算是6.5 就有很老人要过去互动 90多岁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好意思 就跟他们说不好意思 不可以过 因为没有注入证 你们可以扫二维 但是他们没有休息 不用休息 有一个办法 就可以定期一下 但是他们也不可以接出来 所以最好是跟他们说 怎么过去 也不是很远 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让他们过去 我们通过微信沟通 就问他 要不跟微社区做一些事情 然后大卫先生 也非常欣然地就接受了 然后说 所以社区可以尽一点力 五湖岛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开放的一个社区 大概我们都有160多岁外国人 大卫有一个什么优势呢 一个是他的语言 他能帮助咱们其实沟通交流 另外一个 大家能看到 你看外国有人 帮助咱们这个互动掐口 进行检查 测试 登记 没事 能够打消咱们居民老百姓 自身的心理顾虑 很多人共度过很好 很多人说 外国人非常棒 也是帮忙 就是问我们 从哪里来的 多大岁 就跟朋友们一样 聊天 就说 谢谢 中国国家还是做 非常好的工作 所以我不怕 因为我觉得不用怕 做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帮忙 谢谢 所以我开心可以帮忙 我12年来中国 因为我在英国工作的时候 我的中国朋友 我说中国很漂亮 你来看 看一下 然后我 12年的时候 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漂亮的国家 所以我还要在这里 待长一点的时间 所以这里找到了工作 然后在这里已经大年了 财务等失去三年 我现在是做平空室 以前没有很多工作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 19号开始的 所以我去工厂 看一些东西 去看客户觉得产品怎么样 很漂亮 我很喜欢这个花 因为花比较安静 他们不说话 所以我非常喜欢 这里很多花是在互动 找到了 快死了 然后我就拿过来了 也是在互动 找到老花 拿过来了 然后就放这里 做得好看 这个帅子是我们的小区送给我 他们跟我说很谢谢你 是帮我们做聚烟纸 然后我就说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不是要送给我东西 我就帮忙一点就可以了 我很喜欢七次行车 我非常喜欢北京 因为这个互动的文化 我真的很喜欢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这个互动以前小店 小生意多一点 这个我很喜欢 现在少一点 所以不是那么忙 但是还有那个 安静的感觉就非常好 北京的景气 现在也是越来越好 没有那么多物人 现在什么都很方便 地铁 电动车可以出租 从北京也可以去很多地方 用高铁去了很多 我觉得昆明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上海也是 我还是很喜欢在这儿 我有很多中国朋友 中国还是很大的国家 所以还有地方我没去过 还要去那边 感谢 我很爱中国 疫情不分国家的 也就是一个小小便 是一小便 帮助 社会 所以 如果他们可以帮助 社会 为什么不 帮助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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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